好 那麼劉主任 剛剛特別提到 這個現在是有人在排隊了 那不過效果很好 說起來 我看農總做這個料金 是不是 我也是覺得 是的 你一台幾乎四十五億 你放在那裡一年治療 你剛才說五百個人 對五百個 五百個人一個平均一百萬 那多少 五億 五億 那你要勘提折舊 四十五億發 你說分二十年 對 這兩年 一年就要兩億多 對不對 對 其實還有維修 你維修 維修要一億七 水電費什麼的 對不對 這樣就了解 還有人員這些 對 還有你的那個場地設備 有沒有 因為他有放射線 是 所以那個牆要多厚 我們牆大概是平均是四米 最後有接訂到六米 你知道六米 像我一百七十公分 就是我這樣的人 倒下去三的人 還沒有 那個比那個還厚 對 對 對 那整個建築物看上去 幾乎就是都是牆 可以這麼說 厚度都是牆了 因為當時也很感謝協助我們的建築公司 他是捐贈的 因為他們是學蓋水壩的方法 來幫我們蓋 因為水壩 水壩有那麼厚 對不對 然後還去清華大學參觀 他們原子爐設備 他國外學區才會蓋起來 所以大概是蠻困難 其實在國內放射線都是 都還蠻厚的 我想那個主任那邊你也蠻厚的 六公尺 好啦 哪有說這個人臉皮有夠厚的 那牆壁呢 事實上最後的在榮中 不過他沒有 健保沒有給付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健保沒有給付 所以才會說需要大概輕則八十萬 重則一百多萬 是 是 是 那請教一下曹方 因為你做保險 保險達人 這個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保險應該怎麼去賣 給付 因為我自己家裡面也是被保險照顧了 這癌症的部分 所以在癌症的治療的部分呢 有大概三類型的保險可以幫忙 第一個就是那種一次性給付的 所以現在會呼籲民眾們 如果可以的話 把一次性給付提高一點 因為我一發生我就可以拿到 譬如說我買一百萬 他就賠我一百萬或兩百萬 那如果遇上這麼好的治療 我又可以選擇 那我就可以用一次性給付去幫忙 那我買一百萬 我要付多少保險費 舉例來說 如果四十歲左右的男生買 大概一年的保費 大概在三四千塊 就可以買到定期的 我不要買中生的 因為中生的保費比較高 可是我可以有一段期間 有保障 那定期的 他最多也可以買到八十歲 那其實我覺得 八十歲就貴囉 對 因為他是每年會調的自然費率 所以如果先求有再求好的狀況下 我起碼我立馬明年 我下一刻我就有保障 那因為癌症險的等待期是九十天 所以我買好之後 三個月後 我就有保障在身上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然後還有哪一位 然後再來就是療程性的 因為療程性的很重要 因為我怕一次性兩百萬 被我花完了 我再來要治療怎麼辦 所以最好是那種 我有只要住院有做手術 然後我就可以一直申請的 那種叫療程性的癌症險 那癌症險也有分中生跟定期的 那就看預算來做選擇 那第三種就是 十之十負性的醫療險 那我覺得 你付多少 他就付你多少 額度內 舉例來說 像我爸爸發生之後 我自己也把我的雜費 提高到五十萬 因為我覺得吃標靶藥 現在越來越貴了 那像標靶藥的這種藥費 就是列在十之十負裡面的 雜費的額度裡面 去時報時消 所以如果我的額度只有六萬 那也不夠吃 可是我如果提高到三十萬 到五十萬 比較安全一點 劉主任 重粒子治療要斷餘嗎 不用 也不用斷餘 就跟我們問診 趕快就門診來 照完就回去 把你照照的 你就可以回去了 這麼好空喔 其實放置的治療都這樣 要吃藥嗎 原則上是不要 除非是有些特殊的治療 說要配合化學治療 不然不用 有啊 不痛 不用斷餘 不用吃藥 不用吃藥 還有什麼 有沒有後遺症 有 有後遺症 後遺症是什麼 就是看你照什麼位置 比方說病人最常問說 我會不會掉頭髮 那你如果照頭部 就會掉頭髮 那你如果照肚子的話 照頭部是因為腦瘤嗎 對 可能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 譬如說你在頭頸部腫瘤 你會照到後面的頭髮 也會 然後你照肚子 就可能會拉肚子 那你譬如說你照到喉嚨 喉嚨會發炎 所以就看你照什麼位置 那照色物線來會怎樣 基本上色物線沒有包尿道 後面有肛門 所以一般人可能會尿到發炎 或是肛門會有點說 你覺得一日到晚 蹲廁所解不乾淨的感覺 不過這個腹中都暫時的 一般開始都沒有感覺 這要到某一個時間 可能第四 第五個禮拜 開始會覺得怪怪的 那一般醫生會開一個延遲 把他壓著 等治療結束 你不做治療 大概兩三個禮拜會退掉 那當然是 如果你住得很遠來來去去 有時候滿辛苦 其實是主要的不舒服 了解 有時候會是這樣 那是什麼樣的癌 是適合重粒子治療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 不過原則上來講 我想因為癌症不同 治療方法不同 比方說我們說說 初期的鼻炎癌頭頸部腫的 可能是紅族的那邊的光子 或治療會比較適合 因為我們比較難照表情的 所以我們對於 比方說目前來講 我們說胰臟癌是很適合 還有一些骨肉瘤 然後還有一些疾所 骨癌是不是 也不能說他是骨肉 我們好多都有 那就是會長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什麼 像肝癌肺癌 這都可以照 那其實都可以照 其實做其他治療 也可以 可是基本上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胰臟極鎖瘤 這些大概一般處理上 效果也沒那麼好的 我們可以特別處理 那其他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放射線 早都可以做 那只是看你挑 因為我們一般社會線 如果說你做放射線早 大概做到將近四十次 要八週兩個月 那做重粒子大概十二次 三個禮拜 那可是效果 你說有沒有真的比較好 當然負重比較少 可是效果其實差不多 因為社會線 基本上資料上 他存活率都蠻高的 十年大概都不是問題 是 首先聽說張榮發就是用這種治療 對 當時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 榮總的重粒子中心 其實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當年其實聽說張榮發 就是有個三公分左右的肝癌 那他其實就是去日本 用重粒子的治療 所以他一直想 這樣的技術為什麼臺灣沒有 那後來呢 張榮發認為說 怎麼臺灣沒有 對啊 所以怎麼 那個時候臺灣沒有這樣的技術 而且那時候 其實臺灣比較風險 已經是直指治療 開始大家都開始在 想要做直指治療的這樣的設備 然後後來又有另外一個人 就是趙騰雄的兒子趙文嘉 也是肝癌 對 他也是肝癌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 那時候知道說 覺得有這個療法 有人會去用 去用之後覺得 因為日本相對是這個技術 比較成熟的地方 做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緣油之後 就想說怎麼樣有機會 把這樣的一套設備 也引進到臺灣來 等於說其實就像剛才主任講 我們是完整這個拼圖 其實臺灣在這個粒子治療 或者是我們的光子治療 這一塊在全球 我們算是密度很高的國家 而且甚至現在有很多國外的人 也會來臺灣接受治療 可是當時因為我們沒有這個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緣油 所以開始有了這個 那臺灣去日本治療有好嗎 他午後才有稍微 剛才比三公分重 對啊 其實我說實在 三公分其實我們現在 不用用重粒子 看位 看位置或幹嘛 有時候真的其他的方法 有時候就是他不要想說 好像重粒子就 趙承雄的兒子也甜於人 據說是自豪 大家都是這樣 可是問題就是說 因為重粒子出來之後 有些人可能覺得 哇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重粒子 可是事實上就是治療選擇很多項 像他們之前的這些 早年都用電療 我記得大家 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頭頸癌 BMI BMI其實用電療效果就很好了 可是他們就說傳統 我不知道現在療法會這樣 就是有時候覺得皮膚會黑黑 炒灰燙 然後就覺得 現在照射的皮 部分皮膚就比較沒有那個彈性 會這樣彈彈 他們就覺得這樣子的副作用 有些人覺得很OK 有些人可能就覺得不能 不然其實都很好 而且第二個現在最厲害是 以前那個放療 他們就覺得說 就這樣子能量進去 所以好的壞的是不是都會通過 後來他們就很精 有什麼各種刀 可以算得很準 就是從這一面 從這一面 從這一面 不同的方向 就是只鎖定那個腫瘤 所以已經漸漸的 在這個技術之後 把其他地方會受到的傷害 撿到很低 就鎖定他了 所以剛才主任 才會說 其實現在我們其他治療也很猛 好 這個 我在這邊也特別要感謝 嘉義大林慈濟的院長 賴寧生賴院長 因為他當時 應該還是當免疫風飾科的主任 那我的內人就是 請他幫忙 因為他的這個背脊式症就是他幫忙 那治療得非常好 治療非常好 感謝他 而且聽說病人變得很多 然後他看得半眉 他病人超多 而且他不只背脊式症 他看白斑也很厲害 是是是白斑 就是說非常有愛心 不然你要怎麼看得半眉 對不對 那今天也邀請到大林慈濟的洪主任 洪主任這個 剛剛這個劉主任講的是榮總的重力 那你大林慈濟的是子子是不是 應該是說 大林慈濟其實為了想要提供雲家 更多治療的一些選項 目前獲得衛福部同意核准設立 那我們也是希望 還沒有是不是 對 還沒有 那是同意核准設立 那也會希望看看這兩年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讓他建造起來 那提供給雲家男的鄉親 比較好的一些治療的一些選擇 為什麼這個需要核准 對 因為剛剛其實劉主任前面 已經有談到 一個技術的一個進步 他其實牽涉層面非常廣 就像我們平常比賽車一樣 給你一個好的引擎 你未必有辦法達到第一 所以你其實需要一個好的團隊 然後甚至裡面好的技術 然後裡面的一些輻射 黃霧的屏蔽等等 這些其實都需要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在政府的規範裡面來講 他其實需要事先申請的 那我們必須去經營一些考核 看有沒有這個資格 拿到這個執照 那帶你實際是有這樣的資格 對對對 各方面條件都都OK 那子子治療跟種子治療的 中壢子的治療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要回應到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大家可能常常聽到 子子 中子 中壢子 甚至光子治療 很多人聽完以後 可能都灰灰 不灑灑 所以我今天其實幫大家科普一下 我會準備一些資料 好 太好了 你關起來 關起來很好 那等一下來請教一下 這個洪主任 來先休息一下 大家請教一下